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股动财富 我是主播Walt 我们再次欢迎范宇的首席投资长Herman 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礼拜股市还有整个市场的动向 跟大家说一个嗨 大家好 Herman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礼拜真的是很特别 我们看到标普500 S&P 500 它突破了4000 这个应该算是有历史新高 那很多人会有点担心 那这个太高是不是会回档 或者是股票或者市场往下跌 那你这个你要怎么看 我们是觉得说还有可能再涨一点 可是在短期内应该就会碰到 回档的一个情况 主要的原因是说 其实我们从经济数据上来看 你会发觉说 其实最近的经济数据报的都不错 或者不管是疫苗施打的速度 或者是就业人口就业报告上面 可是这些好消息 其实都没有办法继续大幅的推动市场 所以这暗示着可能市场早就已经 有这种乐观的看法 已经预估这些乐观的情况 所以如果实际跟预期一样好的话 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推动股票市场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其实已经有很大一笔的资金 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有很大一笔的资金 流入了股票市场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美国民众现在股票占总资产的比例 其实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如果大家的钱都已经在股票市场的情况之下呢 你要再继续推动股票市场 当然就更加的困难 那最后呢我们从技术上来看 我们是预期呢 大概这个标普500在4090到4140之间呢 到这个区域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会累了 可能就要往下 你这样子的话 因为已经快要到你刚才说的那个数字 标普500 那如果因为这样子到点 然后有些人讲说会回档 甚至是不是现在就投资人来讲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就把股票卖出 或者甚至买一个put option 要保护他的资产 甚至放空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话 对投资人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建议 我对大部分的观众朋友来说 其实我不太建议 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出金股票 或者是买put option 甚至是放空 因为虽然我们知道 到这个点可能股市会开始回档 可是其实很难精确的去预测说 回档的幅度以及回档的速度 当你不能确定回档的幅度 以及速度的时候 你太早的出新股票 或者是sell put option 其实对你的投资报酬 未必有太大的帮助 那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观众朋友 觉得说他已经投资了相当大比例的资金 在股票上 所以他觉得他有必要 要现在转成现金 或者是要保护资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你务必去咨询专业的经理人 再做决定 那我们反而是建议投资人 如果是一般的状况的话 可以考虑把部分的投资组合 转换成现金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 过去经常提到一个数字 就是20% 你可以调整20%的投资组合到现金 那如果你想要再积极一点的话 你甚至可以考虑 卖出选择权的买权 再问我们预期市场会回档的话 可以靠卖这个买权来增加一点报酬 但是如果你要有这个打算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要找专业经理人 咨询过后再做这个动作 好 那如果你刚才讲说 不建议就是把股票卖出 或者是放空的话 那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比较积极性的事 现在观众朋友可以做的 好 第一个我们有提到美元 我们其实今年我们有强调 我们今年是看好美元的 那美元在3月初以来 因为市场比较动荡的关系 所以美元走强 可是大概到3月底的时候 因为市场比较平静了 所以美元又开始向下转弱 那如果我们预期未来市场会回档 那美元有可能会再度走强 那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之前还没有转换美元 或者是还没有换购的话 其实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在市场有什么动作之前 再多换一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长天息公债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投资 例如说30年期的长天息公债 每年利率只有2.3% 可是其实我们投资公债 有的时候不一定可以是为了 这个利息的报酬 也可以是为了一个短期的资本利得 其实我们是预期这一波的 美国公债的利率走升 已经走到了一个尾身 如果现在公债开始回跌 跌到今年年初的水准 大概是30年期是回到1.6%的话 那其实你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 美国公债ETF 长期公债ETF 可以升值大概10%左右 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 短期投资标的 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也谢谢 Herman 再次给我们那么多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讯息 那我们继续来看 来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动 那我们下周 我们有更精彩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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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